OK我们来讨论7.2的这个特别角的三角函数 2乘330 那我右边你可以refer右边这个图 我一般上做这种题目 我会画这个直角三角形在这边 30度12跟他3 然后45度的话是11跟他2 那330是1出于2 越调等于1 cos30是 cos60是1分之1 所以2分之3 1加1 等于2 2通分就是2分之4 2分之4加2分之3就会等于2分之7 这次题 接下去的部分只是看你整过去整理过了 330是2分之1 dangent是1出于根号3 所以是减去3乘1出于根号3 cos30是 根号3出于2 再乘一个2呢 越减就会等于根号3 那你会发现中间的这个1出于根号3 如果你进行 有理化分母的话 它其实是3乘3分之根号3 这两个3是可以跃掉的 换句话呢 中间这个值呢 是减去根号3 所以后面有加根号3 中间有减根号3 基本上是消掉的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是2分之1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两个出来 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而且 而且一个是一追根号3 一个是根号3 这两个你把它变成减3加1 把它当作是一样去 就不太对 OK 所以这些答案应该是2分之1吧 第三题 tangent60是根号3 放进去 cos30是2分之 cos30 sorry 根号3出于2 放进去 sin60也是根号3出于2 放进去 2越掉 OK 5根号3 减一个根号3 再减一个是根号3 5减1减1等于3 3根号3 就是你的答案 非常好 第四题 cos30数 根号3出于2 放进去 tangent60 根号3 放进去 tangent30 1出于根号3 放进去 当然你可以做有理化分母 它应该是3分之根号3 越掉之后 应该会得到2根号3 这边 2根号3 对 所以这边越减得到根号3 为什么不越 如果你直接越 这个是根号3 加根号3 得到两个根号3 再减两个根号3 就等于0 对吧 为什么一直要保住 2在那边 OK 我可能觉得 是你一直 想办法要处理这个6 处理根号3 就造成了你前面 看不太出来可以越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越掉的话 会很容易的 会很 anyway答案是正确的 tangent30是1出于根号2 tangent45度是1 sine60是根号3出于2 这个2可以越 这个你可以把它变成三分之根号3也可以越掉 所以最后呢 这个是根号3 减1 减根号3 看到了吗 它换成三分之根号3 3越掉 根号3 减1减根号3 这个加根号3 减根号3 去掉 剩下一个负比 非常好 就是这样 cos60是1出于2 1分之1 sine60也是1分之1 tangent45度等于1 2分之1加2分之1等于1 1再加1就会等于2 好像这题相当容易 第七题45度 sine45度 你如果放成根号2出于2 没有问题 可以的 两个通用的 你可以用1出于根号2 你也可以用根号2出于2 然后cos30等于根号3出于2 cos45度也是用根号2出于2 sine30等于1出于2 那问题是你的根号2 乘根号3 OK 然后呢分母应该是2成2啦 你把它变成2好像 你好像是把它当作是加法的通分这样子 哦看到两个分母一样放在一起 谁成2 不是哈 这个是成法 所以成法的时候呢 分母要成分母 分子要成分子 所以这个应该会变成4 这一个也是同样道理 它会变成4 OK 两边都是分母4 加法可以写在一起 变成一个4 加法可以变成一个4 成法不能变成一个2 OK 所以你的成法的话是2成2 所以最后呢会得到根号6 加根号2除以4 这个答案才是正确的 这个分母弄错了 OK 第八题cos60度是等于跟 好像跳很多的感觉 cos60是1分之2 sine30也是2分之1 所以乘起来 它直接写一个4分之1 好没问题 sine45度是1除以根号2 cos45度是1除以根号2 根号2乘根号2是等于2分之1 你写根号4除以1 也可以啦 不过你倒也没有错啦 只是说你可以开 根号4是等于2嘛 所以它就会等于2分之1 当然你通分的话呢 它就会等于4分之1加4分之2 所以这题最后你会算到4分之3 OK 第八题答案是4分之3 sine45度等于根号2除以2 cos60度等于1分之1 cos45度等于根号2除以2 sine30等于1分之1 你会看到前面这整坨东西跟后面这整坨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其实你可以不用做 它直接的会减掉等于0 不过你可以整理一下哦 224分之根号2减4分之根号2等于0 sine45度 根号2除以2 当然没错 但你会发现到如果我是放1除以根号2的话 我不是直接得到1分之1 对吧 所以如果你是用 如果你是这个时候用1除以根号2的话 取平方就会等于1分之1了 所以有时候你会放毁这个1除以根号2 反而是更快的 OK 所以有时候可以用那个没有有理化的 做为你的那个套路的值 所以看情况了还是那句话看情况 所以这个根号30 tension30是1除以根号3 cos30是cos30是根号3除以2 月掉根号3了 你直接月掉根号3 为什么要有理化才有理化 为什么要有理化 你可以直接月 我先要告诉你 你可以直接月 它就会等于1分之1了 不需要分子分母 有理化了之后再月 然后有点绕远路的感觉了 所以最后是1分之1加2分之1等于1 还是那句话答案是正确的 只是说在并桌上可以再简化 可以再简化 第11题 tension60度等于根号3 cos45度 如果你用1除以根号2的话 你就也是那句话了 如果你用1除以根号2 你就会知道直接等于1分之1了 所以这个sign30度等于也是等于1分之1 2分之1减2分之1去掉 这个根号3的平方就会等于3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是等于3 非常好 sign45度等于2分之1 sign45度的平方是2分之1来的了啊 然后cos60度 这边就反而不影响 为什么因为它是4分之2哦 后面因为cos60是1分之1 取平方等于4分之1 这么巧它的分不一样哦 所以它也算是顺便的通分了 所以最后是4分之3 ok very good 第12题 4分之3 勾一个勾一个 稍等一下 ok alright 再来看这一题 dng60 是根号3 除以1 所以就是根号3啊 根号3 取平方 再加上 你看哦 cos45度是1 除以根号2 它放在分5 其实你又可以把它直接的 flip回上来 照理来讲 这个其实是 这个应该是2 你忘记flip了好像是 你取平方是2分之2 越减是等于1分之1 1除以1分之1 这个应该是等于2 看到吧 有点小复杂的哦 然后呢这一边呢 根号 sine sine 60是根号3 除以2 取平方是等于3 除以4 所以这个4 越调呢 是等于3 8了 你分5 忘记取平方 分5忘记取平方 所以最后应该是3 3加2加3 等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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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题 这一题是想等于8 OK 就这样了啊 就很多 你第一个套进去没问题啊 不过你做做整理的时候呢 很多的一些错误了 这个是4分之3 这个应该是3 你写成2分之3 所以你越调变成还有一个2 2乘3分6 which is 错的啦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越调是2分之1啊 但是你的分子 你又 又漏掉了啊 OK 好 大概是这样 再来这一题 sine 60度是根号3 我我我还没做完呢 我就 我就做 我就做了啊 那 sine 60是根号3 取2 减去dg45度是等于1 dg60度是等于根号3 减去dg45度是等于1 乘2 就是直接放2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先进行分子通分啊 根号3 减2 除以2 根号3 减2 哎这么巧啊 这两个东西一模一样 我直接越调 然后 内向相乘为分母 2乘1等于2 1乘1等于1 那这些答案呢 是等于2分之1 OK 第15题 cosin45度是 根号2 除以2 cosin30是2分之1 sine45度也是根号2 除以2 减去sine30度是2分之1 进行通分 呃都有2分之1嘛 所以拉前去2分之1消掉 根号2加1 除以根号2减1 那根号2加1 根号2减1呢 我们进行 有理化分母 分子分母同样乘上 根号2加1的话 那分子的话 就会得到前平方2 加两个前乘后是2根号2 就是根号2加根号2 再加上后平方是1 分母的话呢 前平方减后平方 刚好是2减1 所以最后是等于3加2根号2 非常好正确 最复杂的一题啊 也算是最复杂的一题 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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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